這版是什麼,政治加4.26,統帥加4.63,智力加3.213 大家好,又是 GameplayHK,我們繼續玩三個字戰略版 第九季都玩了兩個禮拜很多 應該各個伺服器都在打,大家信不信你 這段影片想說幾件事,第一件事其實上集都說過就是新戰法血印真空 我之前在仙風服試過用女布,用血印真空其實都不錯 不過我最後還是選了正式服,玩三世女就算了 再加上我的典藏滿紅女布 今季要穩定一點,因為對面實在太強,人數又多,實力又強 看看貴尾有空,有沒有機會轉一轉,到時再試試 我看到有網友留言,血印真空可以放到宣泉 其實我在仙風服都試過,讓大家看看 孫權用上血印真空 我孫仲謀,必須盡面博之力 他自大戰法,助斷東南 幸好是會獲得連擊效果 看看這次對上的情況如何 不算是很主流的隊伍 臥身嘗膽發動兩次 有機會令對面造成真攝 普攻打了9次,看一看回合數,回合數5次 就有9次普攻,獲得到只是普攻 有15000的輸出 加上臥身嘗膽,孫權有20000輸出 你要留意我們騎兵對著對面是槍兵 因為周泰的肉身鐵壁 就會為孫權提高傷害,基本數值都有30%受統率影響 周泰帶了風刺陣,基本都會加30%輸出 再加上他的自大戰法,再增加53.36% 所以只是普攻打到關羽都可以造成1853的傷害 看看其他我就打過太衛盾 其實最煩的當然是騰甲兵 看看我們那個 孫權的輸出,賀身嘗膽6000多 普攻13000多,都有接近20000 雖然平手,但是看回死兵數,我們死得少一點 都叫做有賺 對著非主流隊,我想對面也是在衣服想嘗試一下新玩法 因為始終都是嘗試階段,對面都被我們約打完了 其實今季真的很多新東西 在地形上好像我們現在進到資源州打這個提霸 打破它就會缺提 現在洪水衝過去NPC的建築物 還有一些NPC部隊,西梁精兵 其實在資源州多了很多NPC部隊 不是這麼簡單,走去連地,這麼輕鬆 進去之後真的要跟電腦打仗 洪水衝過去部隊會扣兵力,打走一隊 建築物都會扣內九度 不過今季超難打,對面人數比我們多 現在他們已經把兩個資源州接壤的關口發佔了 而且兩個人同時攻擊我們,我們其實是一個人守著 在頂著 其實逆風我們以往有幾季都試過,不要緊,努力搜 好 因為有八九加成,所以其實都收拾不少戰功 說真的,唯有向好那邊想 這次這個混亂盾 打了好幾場都可以 今季我的開荒隊就是這隊混亂盾 我們直接升上來,不需要轉型 假許張春華,滿寵的價值都是15 所以一開始已經可以組成這個組合 但有一個弊病就是 因為他們是用謀略攻擊,所以開荒是會比較辛苦 再加上神機莫測,真的要看彩數 我個人感覺開荒初期是辛苦 但是不需要轉型,中期到後期是很舒服 尤其是打六地、七地、八地都很快 現在暫時就練好兩隊混亂盾和三小女 第三隊我打算是苦神功 這條影片最後想說就是 一起看一看虎爐關的副本怎樣玩 今季的師弟就變成這樣子 放大師弟就看到正中間有一個虎爐關被他夾住 進入師弟最強兩個文 就可以挑戰虎爐關副本 首先就需要打外關城 玩這個副本限時是兩個小時 首先需要叫陣,就是讓NPC知道我們要打這個副本 接著就可以攻佔外關城 之後就要接下去打他的先鋒型 最初的城是絕對輕鬆,Lv6的愛關城 整隊盟友一起打 打爆他的先鋒贏,其實樣子很像我們平時的軍陣 接著就要向碼頭進發,打這個副本的好處是不需要連地 直接打碼頭,而碼頭外面就已經有很多NPC在等我們 真的不少了,所以所有盟友一定要努力打才行 碼頭爆了之後快要再上去上面,因為已經設置好鋸馬 我們需要快要拆掉鋸馬,打上面的火之營 如果在時間內打不爆,下面就會著火 如果中途真的在做夢,不知道怎樣去 當然大家要看管理層的信件 還有可以回到這個地方,都會寫得很清楚每一個階段要打什麼 一堆復兵 但這個火之營不兇小,一堆復兵突然出現 NPC是 雜住我們行軍路線 火之營的守衛其實是40級 每隊有48000兵 很多 非常忙,火之營還沒打完就已經要再下樓下 因為火之營其實都夠時間打 就要下樓下打他們這個營 因為這個營是阻礙我們進入的 兩個形象 裡面還有很多NPC等著我們 中間就是呂布複營 中間就是呂布複營 地圖都寫了,打完火之營就打呂布複營 接著就可以再攻上去的內關城 呂布複營,你看看有個頭像是張寮守著 那些NPC還要全部用衝鋒 張寮的兵力都完成了,攻完這個複營就可以打內關城 內關城是一個7級的城 打完之後我們就可以調兵進這裡 大軍直破重圍,連接突破葫蘆關防線 直入大型,惡戰開始 同樣裡面都有整堆NPC 所以其實大家打這個 葫蘆關副本 一定要在自己的城裡面 留很多兵力才行 進入內關城之後 這裡是葫蘆關要地 打了一個中的奏法,看到呂布 其實這一刻就已經可以跟友文匯合 友文在另一邊的路線進入 前面有些戰塔形象就拆掉了 就可以進入打內部 進去 其實跟大隊就可以了 每個人都在衝過來這邊就是 軍碎虎將 其實我們那個行軍路線中間 已經看到一隻呂布走出來 儘管看看戰部 這裡全部都是呂布打的 這麼多隊 好恐怖 這個是第一隊,呂布兵力是有108萬 不是說話,旁邊有個盾衛形 然後下面 飄騎形 他們有時間在倒數 還有一個紅色戰墜 是過去幫呂布 時間到就會出陣 這邊是槍擊形 加上最後一個 長弓形 看到隊友很聰明 已經把相對應的部隊放在營外面 就可以打黑制 差不多倒數完畢了 這裡全部都是槍兵在等 出來的是 飄騎形的士兵 這個畫面很震撼 這個畫面 玩家就是兩個民 我想都要200加200 活躍人士要參與 每人最少都4-5隊 所以其實應該可以頂到 你看看其實打這麼久 我們打到一個多小時 都能回到撤兵 但是到最後又要打呂布 又要打這麼強的不同的部隊 看看呂布 先看看呂布 大家現在已經過了呂布大型 打了一張呂布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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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現在已經過了呂布大型 打完就完最後一關 都順利過到這個副本 我覺得 進入師弟也是最強的兩個民 加上應該都是後期的時間 大家已經有一定的實力 不過最麻煩就是在師弟外面的關卡 要做好防禦 有兩個小時後去打 正常就要閉城 對不對 在這個時間就可以在裡面 專心玩兩個小時 打完呂布 董卓就要棄手洛陽 這次在這個測服就 成功興取虎爐關 也預祝大家可以戰勝 溫喉呂布 得到的獎勵就是 方天畫擊 和六百金珠 這把是什麼 政治加4.26 統率加4.63 智力加3.13 玩完虎爐關副本 就可以攻陷洛陽道 直到洛陽 剛才呂布大型 洛陽道就是這個位 之後再走 沒多久很近 很快就到洛陽 就是這裡 我今集的預覽就讓大家看到這裡 祝大家今季玩得開心又刺激 各位兄弟努力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拜拜